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现在呢 四岁半发高烧 住了一个半月院 那个过去了 就是这个节过去了 后来他没有说过不去七岁 请师父给看一下 首先不要随便的叫通灵人看 我就告诉你们 很多通灵人身上都有这个东西的 听得懂吗 他是学心灵法门之前看的 以前 现在他奶奶 几几年数什么呢 09年 她现在几岁啊 有五岁半吧 五岁半 几几年数什么 再讲一遍 09年 数数 哎 不要去理他了 根本没问题的 他的真正的节是13岁 他现在上幼儿园就打老师骂老师 我说他的节 他不是通灵人说他七岁吗 有一个节吗 他想告诉你他没有节的 明白了吗 打老师骂老师是家教不严 好好给他念心经 那个又念多少张小房子 小房子给他念 五十七张 你要给他放生 三千条鱼 三千条鱼 不要买太小的 明白了吗 身上有灵性了 他说是他的爷爷 有有有有 是个老年人 是吧 没问题的 不是一直在身上的 有时候来有时候不来的 是吧 好了 多少张小房子 他帮你写了 好 谢谢 感恩师傅 大家抓紧时间 哎呀 哈哈